新年快樂 慈濟觀丹臉落處 可約兩年再次舉辦歲墓祝福 民眾引頸期盼 兩天三長有近三百人出席 MCO期間其實也是發生了很多事情 然後可能大家也是沒有出去 也是有時候會覺得有心無力 但是其實出來 過後其實就發現 大家那個幫助的心 一直都沒有編過 扶慰紅包傳遞的是平安和祝福 代表新的一年有新的期許 我拿到那個紅包的時候 我就感覺到自己 好像上次回台灣的那種感覺 很感動的 所以我們就藉著這個新年 也是有那個新年的氣氛 就當給大家一個祝福 霹靂州的太平聯絡處 志工也要照顧戶家庭 提前賀新春 仁醫會提供見解 志工也向大家推廣俗食 志姐有鼓勵我們 我們平時我們都會有盡量 我們的餐也是很簡單很簡單 清淡的這樣吃 照顧戶難得一年才回一次 慈濟大家庭 志工精心準備解緣品 我感謝慈濟他們的大愛人物 然後讓我和我媽媽覺得 人間還有一點溫情 所以還能過好每一天的生活 然後才能振作起來 活動結束前 新登祈願 人人平安 福會增長 大愛新聞 這是美志工馬來西亞報導